款一 这要招信 谁也不会想到 少年刘彻登机之后 做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跟小宫女一起研究人类进化的起源 等到汉武帝小跟班寒烟进来的时候 就只看见汉宫突厥少年是梦提庄类红栏杆 那寒烟哪见过这玩意儿 赶紧是让小太监都走了 万一一个不及时 市面上流行的不可描述绘本图 可就是以刘彻为原型 保友 这可不兴乱话呀 等雨停云歇后 刘彻的舅舅田坟就跑过来劝婚了 怎么做皇上的 连自己的婚姻也决定不了 一听刘彻说这个 小舅就深入浅出的 跟刚当上皇帝的刘彻 好好掰扯掰扯 田坟一看 刘小猪现在的翅膀子硬了 没学会跑就想飞了 他赶紧继续劝 皇上你知道婚姻是啥不 刘彻当场就引用了围城中的经典名句 婚姻是一座围城 田坟一听 皇上真是通晓未来呀 这话说的简直是 山羊放了绵羊屁 骚气又阳气呀 但是咱就说了 你再怎么也得省事夺事 把阿娇娶了 现在全国都是你金屋藏娇的骨 刘彻闻言 顿时觉得手里的小果子 他就一点也不甜了 记住陛下 历来帝王的政治 不只是在朝廷设计 皇上 您的婚姻 也是宫中的政治呀 这个时候 少年天子刘彻才意识到 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 甚至有些时候是身不由己 这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田坟不知道 他的外甥已经在轰轰烈烈的 开始改革的步伐 我告诉你 不是皇上选不选武 是我要不要服侍这皇上 你能相信 这位口出惊人 放浪行骸的抠脚大汉 居然是日后霸楚百家 独尊儒术的 董忠书吗 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一举 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 智识的正统思想 影响了整个华夏的文明进程 当然了 相信身高一米九 能徒手扛起城门的 春秋第一猛男 看到当时自己立下的规矩 被摸改成这样子 不知道会不会从棺材板里 跳出 当天晚上 一心想要改革图强的汉武帝刘彻 亲自查看了这次测试 所收集上来的各家想法 刘彻一打开董忠书的竹简 那家伙 简直就是 小刘彻开测试 求贤若可 求解 董忠书写答案 正判明军 我来 好工整啊 竹简上字字珠奇 写满了变法 改革 刘彻大笔一挥 董忠书第一 让春公公赶紧安排建议面 如果说董忠书是标准答案 公孙红是小镇作题家 那东方朔 无疑是喜剧人 他测试主简上的内容 不能说是 离离圆上谱吧 那也只能是 一谱接一谱了 我东方朔 今年二十二 身长九尺三 又高又帅 上课群党南山庆老院 下课脚踢北海幼儿园 这么个有趣的人精 刘彻当然不愿意放过 直接安排了个好活 平原东方朔 测试 取倒数第一 并且啊 带照公门 这样的举动 无疑惹恼了 遵循黄老之道 治国治家的窦老太太 对此 刘彻则是 已建立师 这是少年汉武帝 第一次展现 他的帝王气质 在处理完了 测试的事之后 他就日常的锻炼身体 当然这次 他是跟寒烟张牵一起 只不过 这次他来了兴致 想跟寒烟来一发 寒烟 陈赛 拿着 结果 寒烟是马上认输 刘彻转过脸 你小子怎么一剑不发 就说输了 朕 今天就特许你 在天子面前 动刀动剑 给我引弓射剑 寒烟剑术 着实不凡 一剑射出 射穿了刘彻的剑杆 一旁的小太监 都傻掉了 你这不是不给皇上面子了 你竟敢在宣誓之内 压过朕一头 你知罪吗 寒烟 啪一下跪下来 我冤枉那皇上 咱不是都说好了吗 我说我不行 你非让我上 话还没说完 刘彻张弓搭剑 剑头直直地纸上了寒烟 顷刻间 整个房中的温度 都降下来 寒烟额头上都冒汗了 他是紧紧地闭着双眼 有啥办法 可刘彻反而没射 静止地走了十步 击出一剑 把寒烟的剑矢 分成了两阶 这时候的刘彻 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朕的目的就是要变强 寒烟你为什么会输 因为朕比你强太多 朕可以不按照你的规则去做 把剑指到你的头上 可以先前走十步 此刻的汉武帝 真正的表露了他的野心 不想被人束缚 想要成为自己的规则 不是成为后宫外戚掌控的傀儡 年少的刘彻 质地有声的声音 回荡在殿中 朕不在乎是哪种学派 只要是能够复国强兵 朕必行之 喜欢剧院的 别忘了点赞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